奇迹课程证文第九章 接受救赎 第一节 接受真相 第一节的幻象 因为真相只可能支持真理 上主的旨意就是你的真相 你若对他心怀畏惧 表示你害怕面对自己的真相 换句话说 你所怕的并非上主的旨意 而是你自己的意愿 你的意愿并非小我的意愿 为此小我才会跟你作对 你表面上好似害怕上主 其实你怕的是自己的真相 在惊慌不安的心情下 你不可能学到任何始终如一之事的 本课程的宗旨本是为了帮你译起自己的真相 但你却对自己的真相褪毙三舍 自然不会好好学此课程 然而 正因你不知道自己的真相 这部课程才会来到人间 你既不知自己的真相 又怎能确定那是可怕的东西呢 真相与恐惧之间的连带关系 纯粹是后天形成的 而且是出自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心灵 自然毫无道理可言 这表示你已武断地把自己 一无所知之物 与你不想要之物联想在一起 那么 你显然是在评判一个自己 一无所知之事 你如此作茧自负 若无一位了知你真相的向导之音 你又如何脱得了身呢 这位向导只会帮你一起 你真正想要什么 他无意把外来的意愿强加于你 他只能在你允许的范围内 尽他所能地帮你重新意识到 自己的意愿 你若将自己的意愿 防堵在你的意识之外 即便他扔在那儿 对你也爱莫能助 我曾说过 圣灵的任务 只是帮你的心灵辨别真假虚实 我的意思是 他有能力透视 藏在你心底的愿望 认出上主的旨意 记载其中 圣灵一旦帮你指认出来 这一旨意对你 便会显得真实无比 因为他就在你心中 他就是你的真相 圣灵因着他对你心灵的看法 而把心灵的真相 带还给你 这等于说 他帮你译起了自己的真相 这过程中 唯一可能让你害怕的 就是你认为自己 可能会因此失去某些东西 事实上 唯有圣灵所着眼之物 你才可能真正拥有 我再三强调过 圣灵从不要求你做任何牺牲 如果你甘心牺牲自己的真相 圣灵只会提醒你 那不是上主的旨意 因为那也非你的意愿 你的意愿与上主的旨意 原本无二无别 如果你的心灵不曾分裂 必已认出这意愿心本身 即是救恩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交流 你不可能用彼此不懂的语言交流 你与它的造物主 只能透过创造而交流 因为只有这种交流 才是你们共同的愿力 分裂的心无法交流 因为那等于是向同一心灵 传达全然不同的讯息 分裂的心早已上失了交流的能力 因为似是而非的交流 传达不出任何意义 唯有言之成理的讯息 才有交流的可能 你若祈求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 岂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讯息呢 然而 只要你对自己的意愿还心存畏惧 你也只可能提出这类的祈求 你可能会一口咬定 圣灵没有答复你的问题 但你若够聪明 不妨反省一下自己发问的心态 你的祈求并非那么单纯 你其实害怕自己如愿以偿 而你的确会如此的 为此之故 你才会欺而不舍 向那不可能让你如愿的老师 所求答复 从他那 你永远搞不清楚 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这反而给了你一种安全假象 然而 安全只可能存在真相里面 你在真相之外 是不可能感到安全的 你的本来真相 才是你的唯一保障 你的意愿 就是你的救恩 因为你的意愿 与上主的旨意相同 所谓分裂 不过就是相信 你的意愿 与上主的旨意 有所不同而已 没有一个正见之心 会相信自己的意愿 比上主旨意的力道更强 心灵若相信自己的意愿 不同于上主的旨意 只可能导致两种结论 一是相信上主根本不存在 二则认为 上主的旨意无比可怕 前者会发展为无神论者 后者则会产生殉道者 因他相信 上主指望他牺牲自己 不论哪一种疯狂的选择 都会使人陷入惊慌不安 因为无神论者 相信自己举目无缘 殉道者则相信 上主纯心指他于死地 没有人真心愿意被遗弃 或遭受报复的 纵然人们常干这类 咎由自取的事 你若向圣灵提出这种要求 你认为他可能给你这类礼物吗 圣灵不可能给你不想要之物的 你若向那宇宙的大施主 要求你不想要的东西 等于再要求一项 无人能给之物 因为上主从来没有创造过他 他不是上主的创造 因为那不是你真正想要之物 每个人终会一起上主旨意的 因为每个人终会认出自己的真相 这番领悟等于悟出了自己的意愿 与上主的旨意原是同一回事 在真相之前 既没有无神论者 也不存在牺牲的念头 在真相的保障下 恐惧心态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当你否定真相时 真相才会显得无比可怕 恐惧既然是出无因 自然不可能是真的 唯有上主才是唯一的存在之因 上主是爱 他才是你真心想要之物 这才是你真正的意愿 你若祈求这个 必会获得福允 因为你所求之物 本来就非你莫属 你若向圣灵求取 对你有害之物 它是无法回应的 因为没有一物 伤害得了你 因此 即便你求了 等于什么也没求 凡是出自小我的愿望 其实什么也没求 故根本不可能 算是一种祈求 它图具祈求的形式 骨子里却是一种排斥 或否认 圣灵毫不重视外在的形式 只注入内涵与意义 小我无法向圣灵 要求任何东西 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 早已断绝 但是你能向圣灵 要求任何东西 因为你对祂的要求 是出自你的正见之心 故而真实无比 圣灵岂会否认 上主的旨意呢 他在圣子心中 怎么可能认不出 这一旨意呢 你尚未认清自己在否认真相上 所耗损的巨大能量 对于知妻不可而为之 而且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人 你能对他说什么呢 认为自己必须拥有 那不存在之物才会幸福 这一信念彻底违背了 上主的创造法则 上主的旨意 不可能让幸福奠基在 你永远不可能得到之物上头的 上主是爱这一事实 不需要你信仰 只需要你接纳 你有否认这一事实的本事 却没有改变它的能力 你若用手蒙住自己的眼睛 自然无法看见 因为你违反了看的原则 你若否定了爱 就无法知道爱的真相 因为你的参与及配合 正是爱的存在法则 幸福法则是为你而造 却不是由你所造的 为此 你无法改变这些 非你所造的法则 任何有意否认真相的企图 必会引发人心的恐惧 如果这种企图心很强 必会让人陷于惊恐 而进退失据 纯心抵制真相 纵然枉费心机 仍可能形成一个 极其顽强的目标 即或此目标 并非你真心所愿 你不妨试想一下 这个令人费解的决定 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你把自己的心力 献给了非你所愿之事 这种奉献 还可能真成到哪里呢 他若非你之所愿 上主便不可能创造他 他既非出自创造 必然形同虚无 你真想献身给虚无吗 上主是怀着献给你的心情 而创造了你的 因此你必须献身于万物 而你献身的万物 又是他赐给你的礼物 若非如此 你便称不上是完美的造化了 真相是一切 而你拥有一切 因为你真实无比 你无法造出非真之物 非真之物必会滋生恐惧 上主不可能创造恐惧的 只要你还相信恐惧可能存在 你就创造不出任何东西 真相若自相抵触 立即上失了意义 然而真相本身就是意义 你应记住 上主的旨意既是一种 已经存在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的可能 你只需如此单纯地 接受真相 因为只有那是真的 你不可能扭曲真相之后 还能知道真相的 真相一旦被扭曲了 你会感到焦虑 沮丧 终至惊慌失措 因为你纯心把自己的生命 变得虚假不实 当你感到虚假不实 千万不要向外寻求真相 真相只可能存于你内 因此你应如此说 基督在我心内 他所在之处 上主必然临在 因为基督是上主的一部分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